歡迎來到數碼中環和微露狂熱 我們今次介紹的Red Fire 上一輯大家都見過它的外形和開箱 我們現在試試打開它和使用它 剛才提到Red Fire本身是沒有操作系統 所以開它之後 你會看到它還未開機 它叫做Mobile Companion 要配合Pocket PC 才可以使用 它支援到5.0、6.0 6.1暫時要再等通知 但是它沒有在意系統 所以你的Red Fire開機的時間很快 它說自己是Incent On Off 如果按下去 它就已經進入了它的系統 沒錯,只有這麼多 那你動過Mouse 其實就只是動過Mouse 但是任何東西是不會有東西發出 所以我們就需要經過 用一條傳輸線 或者是用這個藍馬 去連接這個Pocket PC 和這個Mobile Companion 好了,這次我先用這個傳輸線 我最簡單就是把它插進去 插進去 插進去 好了,接著你之前需要在Pocket PC 上 先安裝操作系統 這樣就已經安裝了 插進去,你會看到 它已經detect到這部機器 接著你會看到 Red Fire 那Pocket PC 自己就會 Off了它的Screen 那你會看到 我的Screen 就已經由這個Lenscape Mode 打動 變成Porture 就由Porture 變成Lenscape Mode 打橫了 好了,那你會看到 其實這個Homescreen 就是HTC 可以呈現出來 沒有問題 但下面那些 就因為它沒有這麼多的 Tug-in 在一個 Desktop 在Touch 在2D 所以你看到下面有東西 好了,例如這個 我逐個按 這個Homescreen 就是一個 一個時鐘畫面 再按下去 應該就顯示了一些 這個打電話的人 人的樣子 那樣子已經放大了 所以你看到 樣子就很大了 那我Zoom前一點給大家看看 好了,你會看到 只有一雙眼而已 因為它自己就把圖像放大了 好了 例如這個Radar 接著這個就是Application 大家知道 因為它這個 Screen 是八百四百 所以比平時 我們用這個 320x240 大很多 那它會不會可以 顯示更多的畫面 我們試用另一個 Mac King 開來看看 好了 看到嗎 進來 這個Map 那你會看到 平時在Pocket PC 看到這個 320x240 在現在這裡 你會看到 800x480 是完全可以 顯示出來的 那就是 例如用這個 上下左右的 Cursor 鍵 即是用 那個 鍵盤上的 上下左右 你就可以 自己移位 相對去哪裏 可以 那同樣地 因為我這部 是Tun2 是支援GPS 其實我們可以 對N一部 買的GPS 在用這個 Redar 但是這裡可以 一起用 例如我先選擇 COME POD 好了 按OK 然後 直接 選擇 開這個 GPS 好 你看到它已經開了GPS 但當然 因為它在室內 所以定不到位 但是可以給大家 看看它是有傳輸的 那就是 資料 在資料 資料樓 你看到它有很多衛星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室內 所以是收不到的 看看有沒有傳輸 資料傳輸 有了 開了資料傳輸就行了 好了 但不要緊 我們暫時沒有機會試 我們就先出外面 按OK 就是先出外面 我都會關上 GPS 然後 離開麥克風 其實這個Mobile Companion 它的概念 就是 其實你在平時 在Pocket PC上面 你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例如這個 上網 或者是出電郵 或者是打很多字 例如我有一個keyboard 可以用來打字 但是 在Mobile Companion上面 其實可以更加擴充你這個功能 例如它有一個大的Screen 還有一個keyboard 可以讓你去打字 另一個application 例如工作 這裡 好了 新增一個工作 那就好 打字 順手打字 好了 我就試試 可以打字 例如我打 UNPC Viva T C F E E R 可以打到的 其實 特別是你可以用這個keyboard 就可以打到字 我用這個keyboard 打不打到字 我試試 K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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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是沒有問題的 一樣是可以打到的 所以其實是兩個keyboard 都可以用到的 那就 先出去 好了 進去 剛才說的 其實你可以用這個 這麼大的畫面去檢測 電郵 那我們就開那個 訊息中心 好 然後呢 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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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沒有電郵 剛才還可以説 一定要先干掉 因為我手機 是用了HSDPA的數據傳輸 是 Oriz講 他可以單打出來 要連接 這個好處就是這部機 WebFart 可以使用我部機的上網功能 例如我部機可以上網 它就一樣可以上網 可以呈現整個畫面出來 待會我們會試試開一個IE上網 那出了沒有email 或者我create一個email 就同樣地 好 新增 我就選擇生監給自己 好 好 那就Test Test Tab也用到 接著又是Test 接著就傳輸 傳出去 好了 我要自己再傳一次才行 因為我設定要手動 好了 好 現在正式就是連接 接著就會傳出去我自己的account 那我待會就再 連接一次就看看我能否收得回我剛才剛剛傳出來的email 好了 完成 那我再試試 再傳輸一次 好 轉一遍 好 轉一遍 好 現在接收 好 要再傳一次 好 現在接收了 好 現在接收了 好 按回去 就看到我刚才刚刚传出来给自己的Test 所以其实你可以用你这个Mobile Companion 连接到PVC,就可以用来做这个E-Map 好了,那就刚刚说过上网也可以 好了,我们试一下是不是上网也可以 那这里有个功能键 这个刚刚说过,就是做IE功能键 我们试试按下去,它会不会真的可以放到IE出来 那就按 嘃,很快点 即时开启这个IE 好了,那就是说上网是没问题的 那我例如我去 UMPC Viva 这个温度 可以看到因为 其实就是 它是88乘480 正常我们的UMPC Viva 就是用了1024x768,1024的幅度 所以你看到現在是要左右移動 去做正確距離的幅度 你可以上下移動,用Cursor 去找回你的頁 沒錯 所以其實你可以,你的PC只要上網 開到IE,同樣地看Red Fire 你可以完全地用這個Mobile Companion 去做剛才我們所說的Document 跟著E-mail和上網 就是完全三個都做到 用回Curdy Keyboard 這個80個Keyboard 或者用我這個Curdy Keyboard 暫時介紹到這裡 我們看看還有什麼介紹 在第三輯介紹給大家看 拜拜 葬姜 來, уQUA 嘗哒 是 有 感谢观看